说起娱乐圈身材火辣的女明星,大家肯定会想到鼓励柳妍这样的明觉,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位女星在名气上虽然比不上鼓励柳妍,但是在身材火辣程度却有的一听,可称得上是该大的地方,绝不会小。 她就是乡村爱情里扮演赵本山夫人杨小燕的观亭吧,同时也是赵本山众多徒弟里长相和脸蛋最好看的。 说起观亭吧,她1983年,生于黑龙江省其台河市伯利县,在她五六岁的时候,随着父母搬到辽宁省大连市,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影响,对东北大央哥二人传很感兴趣,能哥上午的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化妆专业。 2004年毕业后的她,因一位老师介绍,被推荐到马大帅剧组当化妆助理,出演阿威的角色,之后便出演了马大帅三部作品,并在剧中饰演了阿威。 你别喝了,你别喝了,你已经喝多了,你别喝了。 随后被赵本山看重,带在赵本山门下围图,在2009年得到赵本山老师的器重,出演了《乡村爱情分离》的王大拿夫人杨小燕。 也正是这部戏,才逐渐被观众朋友所熟知,随后她先后参与了电视剧《乡村爱情故事》系列中的杨小燕。 咱别说有啥事没啥事啊,咱别撒谎,撒谎容易出现误会,出现误会很难解开这嘎嘎,我这一天忽忽烈烈这么大事,可不可以容你吗? 你看我没撒谎啊,怎么就没人信我? 2011年与宋小宝、沈春阳合作,领前主演《悲情大戏樱桃》,饰演《大广播》,在电视剧《樱桃》中,关婷娜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,关婷娜颠覆了自己以往演出的内脸风格,一起出演《大胆托娜》的寡妇《大广播》,为了突出角色的性格特点,拍摄时镜头大胆, 她不惜抱辱这《大广播》,成为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,2013年与《黄胜一》,宋小宝领前主演《都市情感喜剧》,第22条婚规,《视野建华》。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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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华姐,我还是去一趟了,现场吧 芋头 你是不是被张多说动了呀 这康天一早不就是去了吗 她你还信不过呀 再说没多少了,再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她们这儿搬货运货,时间也不准时呢,对不对 其实,话说回来,最能让人念念不问的莫过于她在乡村案情里,扮演这本山夫人杨小月一角 片中,她大胆的演技和暴露的着装,显得韵味十足 也正是这部戏曾被传闻称,她和张本山有绯闻,曾被开到,除了拍戏曾先后几次深夜入住张本山山中 如今已是三十三岁的杨小燕,仍旧还是单身,身材还是阴旧的火辣,也是多少宅男,妄媚领求的对象 订阅,杨小燕在微博爆出自己最近的生活照 话说就皮肤和身材,像是十八岁的少女,吹弹可破